袁世凯共有一妻九妾,共生了十七个儿子,十五个女儿,十七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二十二个孙子,二十五个孙女,而孙总和达七十九人,袁世凯的正是余氏不受宠爱,袁世凯长期不与他同房,而袁世凯的大一太善氏和五一太阳氏最受宠爱,尤其是大一太沈氏。 袁世凯的子女管于是叫娘,管生母叫妈,而对于大一太沈氏,则称为亲妈。 袁世凯家族老照片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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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袁世凯。 1859年到1916年,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,北洋军阀领袖,自卫庭又作卫庭,浩荣安,西新庭主人,汉族,河南相成人,故人称袁相成。 袁世凯家族老照片,袁世凯家族老照片,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。 有关资料记载,春节在中国已经有四千多年的历史,而现行的春节却历史很短。 1913年,袁世凯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,并同意春节例行放假。